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但是却有妈妈 累控 就是儿子超时工作 酿成了职灾 一级被除责任制 一级被除责任制 五一劳动节 劳工代表喊口号争取权益 因为说来好听的责任制 已经快变成劳工血泪史 我儿子在伤病这段时间 已经五年多了 我这个妈妈 我们家人 被受的压力 经济没有来源 甚至造成我们 一家四分五类 老妈妈讲到哽咽 宝贝儿子在电子公司里 拼到日以继夜 每天上班16个小时 一不小心在仓库里受伤了 造成全身瘫痪 为了救回儿子 五年来已经借了700多万 但公司却不闻不问 同仁爱心监管 公司还扣这笔监管 28万1000块 我这个妈妈24小时 在照顾我这个儿子 不灵不休 到现在还在救一种 公司不但没有给我 给我任何补助 而且将还给我扣抵 那个货款 栽赃的货款 我争取这个职灾很辛苦 郭妈妈儿子的遭遇 或许只是个案 但根据老委会统计 民国一百年 总共发生了 40760件直呆事件 平均每13分钟 就会发生一件 而且几年来都没改善 在五一劳弄结这天 这些数据 显得讽刺 中文字幕 李宇乔 SQ小组 泰国高导 中文字幕 李宗盛